大家好,22点35分了啊 给大家看看这有一段报道呀 哎呀,这个释放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啊 这么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信号啊 这个说全国95%的乡镇又有了供销社 将逐步恢复计划经济体制啊 这是新华社17个小时前发出的啊 这个是官方微博吧 然后有35条评论 新华社1月15日电前天啊 记者叫高静啊 高静尊敬的静 供销合作社是为农服务的合作经济组织 主镇地在农村在乡村 五年来五年来啊 我国恢复重建基层供销社一万多家 总数超过三万家 乡镇覆盖率从2012年的56% 提高到目前的95% 记者从15日举行的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第六届理事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了解到 供销合作社系统加大基层 基层社啊 基层社 基层供销社改造建设扶植的力度 五年来 全国恢复重建基层社一万多家 各地还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村综合服务社等 基本形成了形势多元覆盖面广的格局 看见了吗 将逐步恢复计划经济体制啊 已经把这个 是吧 这个恢复计划经济都说明白了啊 什么叫计划经济啊 你吃多少饭 你吃的饭里边一个月给你定口粮数 是28斤还是32斤 你是重体力劳动 中体力还是轻微体力 还是脑力劳动 你是成年人还是小孩 你是男性还是女性 你还是老人 是吧 关键在过去来说 是吧 这个粮票分全国的和地方的 如果你是政治上的对立面 地富反坏又黑五类分子 黑五类给你地方粮票 而且这个计划包括你的人身自由 比如说你想离开哪得有村委会 居委会或者更高级的 这个签字盖章介绍信 一切的一切都给你计划 就跟计划生育 就跟现在让你生三胎啊 是吧 为什么不是四胎不是两胎 或者干脆取消限制 想生就生 不是 他一定要管着你 一定要管着你 是吧 那会儿的粮票都分粗粮票和细粮票 还有油票啊 有的地方还分什么免籽油 豆油 都分的可细可细了 是吧 然后这个还有什么布票 米票 哎呀 什么又多了 自行车票 什么洗衣机票 什么都要票 是吧 你政治上不可靠 或者你不得烟抽 你是被边缘化的人群 就可以让你 谈不上饿死吧 让你处于半饥饿的状态 而且限制你的人身自由 现在新华社公开说了 将逐步恢复计划经济 可怕吧 有点可怕 真的 现在啊 这个外资在撤离 然后这个外汇顺差 在急剧的减少 甚至奔着枯竭这条路 都有可能啊 粮食也不够 中国啊 我说哈 我我说差不多差 百分之二十的粮食 我看还有人说三十 反正缺粮 至于缺多少 我相信高层有数 但是老百姓是不知道的 是吧 你像我做粮油批发 我原来还做这个 在这个植物油的油厂还上过班 干过两家油厂啊 两家在北京 都是台湾人的啊 然后我是比较了解情况的 像北京的面粉厂 像古船 他都给你有一部分国产的麦子 河南的河北的山东的山西的 内蒙的 还有澳麦 澳大利亚的麦子 加麦加拿大的 还有美麦美国的 那至于豆油啊 这个东西那就 呃进口的几乎就占了 百分之八九十吧 至少百分之七十的油类 是进口的 像棕榈油 都是马来西亚那边的啊 像豆油这一类的 美国的 加拿大的 阿根廷的 巴西的 全是这些东西了 已经整个覆盖住了 这没办法啊 没办法